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为什么要求手机的十全十美呢 很多人考虑二手机不就是为了性价比吗 但有些人总要便宜 而且又像二手机跟全新机一样 你们觉得有可能吗 当然即便有 那也是一分钱一分货 所以小人建议 想考虑二手机的前提这些缺点 你一定得接受才行 首先就是续航了 除了像不到一年的15系列之外 二手机的电池基本上都会有损耗 正常会比新机少一个小时左右 虽然说一天一充也能满足 但是对于续航有极高要求的人谨慎购入 第二就是这个外观了 就算小羊这种98斤嘎嘎亮的14片目 两年的时间边框听懂和屏幕 难免会有些细微的划痕 不过贴膜带壳是没有影响的 而且一般价格也会比刚发售时的便宜一半 目前在小羊家这种128G量级的报价是43张 如果你是完美主义者 可能接受不了 那只能选择新机了 第三点的话就是整机机况 别看两款都是相同机型同等成色 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天差地别 屏幕是否为原装 主板又是否维修过等等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时间 大量的忍力去验证的 所以如果说你是新手小白考虑20手机 那么一定要找有公司背景的 或者是粉丝基数大领的20手机皮革商 如果这些你都能接受的话 那么一台优秀的20手机的话 请为你省下大几千块 好了我是小羊 一个专做泡补20手机的皮革商